近日有网友在网上上传了一段关于李亚鹏携旗小19岁唱不女友海哈惊喜与女方一大家人智慧的视频 一时间也是引起了网友们的解答关注与热议 从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当天李亚鹏整个人面色红润面带微笑 似乎对新女友一家人对其照顾相当满意 聚会氛围看起来相当欢乐温馨 而小女友海哈惊喜也是一直都默默依偎在李亚鹏身边 就像是一对刚刚结婚的新婚小夫妻 由此可见女方家长对李亚鹏这一准女婿相当认可 对此网友们也是纷纷发表自己的意见 其中一部分网友却注意到了李亚鹏的头发 似乎已经有秃顶的趋势了 发肌前后遗严重和身边的小女友形成了明显对比 两人甚至都快成两代人了 而另一部分网友则评价其小女友神色王妃 李亚鹏这么多年的眼光还是没变 就在前段时间李亚鹏于19岁一族姑娘海哈惊喜 亲手热闻的视频一度在网上被疯传 甚至迪亚鹏直接下过赵母娘向其表忠心 可见迪亚鹏对新女友有多伤心了 而就在恋情报关没多久后 海哈惊喜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发文并爱特迪亚鹏 表示两人共同向某公益基金捐换成功 据悉这是他与迪亚鹏首次公开合体参与慈善活动 不仅如此前两天海哈惊喜和发文提及到了李彦 表示自己已经参与到了夹然基金中 一时间也是引起了网友们的解答热议 纷纷表示看来李彦也已经认可了爸爸的这段新恋情了 不然海哈惊喜怎么会毫不避讳地提及到李彦呢 另一方面李亚鹏也宣布 女儿李彦将正式退出基金会 不知道下一步会不会意味着新女友将接班女儿呢 然而这边恋情的少儿还是升温的时候 李亚鹏之前欠债4000万的官司再次开庭 这是之前他与兄弟李亚为投资失败所致 此前两次李亚鹏均败诉 但因为其使用无效身份证信息 所以至今都能未将其列入失信人名单中 而李亚鹏也依旧住着上亿豪宅生活过的潇洒自在 但不管怎么样都希望以后的李亚鹏能真的拥有幸福 和小牛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和结局 不知道大家觉得李亚鹏和小牛会有以后吗 再见